健保署從今年八月開始 給付罕見疾病 脊髓肌肉萎縮症的 基因治療藥物諾健生 一期治療的費用高達四千九百萬元 創下最高紀錄 而地利的健保給付對象確認了 是一名住在南部地區 未滿六個月的嬰兒 已經完成了審核程序 含病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SMA患者會不斷的退化 甚至無法自主呼吸而死亡 健保署今年八月開始給付罕見疾病 SMA的基因治療藥物諾健生 一期治療費用高達四千九百萬元 首例給付對象也出爐 是一名住在南部地區未滿六個月的嬰兒 目前已經完成審核程序 但醫院完成禁藥程序後 這一名嬰兒就能接受治療 SMA罕見疾病發生率約一萬分之一到四萬分之一 因每年新生兒約十三萬人估計 一年新增的患者約三到十三人 含病團體表示 現在健保署花費四千九百萬元以治癒SMA 讓病人往後的數十年都能正常生活 對病人來說是一大福音 雖然目前國內有的三種治療 SMA藥物納入健保給付 但全臺SMA患者四百二十人中 仍有三百多人 不符合任意藥品的給付條件 另外醫師團體也提到擴大此幾副 彰顯對生命價值的重視 但也凸顯台灣健保總額成長率 以及總額不足的兩大困境 喊病用藥 其實這幾年成長率大概一年 在十二百分之一左右 但是我們健保 你看我們一年成長率就三百分之一 所以如果我們就是說要來照顧這些 罕見這個疾病的病友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讓我們健保的總額更夠 健保署強調SMA基因治療藥物 目前相關研究療效為終身有效 雖然單價高 但如果貪平到終身 就不覺得昂貴 對於健保財務的衝擊 沒有想像來得大 記者為張國良 特別報導